現在豪華品牌出的B級車基本上都已經完成更新換代 所以今天我們的節目就不那麼飄 不看超寶 不看超豪華車 而是好好的去排一下現在豪華品牌裡面 哪些B級車應該怎麼去選 我挺喜歡這位車的開門 很正啊 這麼一堆道路 這樣才叫流行 這上面的標台有8米 當然這部不是普通的大陸 沒了 大海 你一滴這樣塞進去 我覺得才像是一台林肯應該有的態度 你看剛才說的那台MK線連閃臺上面都沒有 你就知道林肯對那台車有多失望 所以真的捨得花錢在林肯上面的話呢 一定要買一台大陸 但不要用批車哦 跟你說 只要看得到奔馳呢 現在最大賣點就是它的樣子 有設計感 車廂裡面看起來貴一起 這是我覺得目前滿奔馳的一個理由 就是你買到最便宜的A-Class 那個車廂裡面給你那個質感 視覺效果 包括朋友圈 一定是會讓你覺得好舒服的 所以現在我覺得 如果我們要買一台C-Class 比如說現在把C260 1.5T 加微粉這麼一個組合呢 其實開起來那種動力 底盤動態的一個感覺呢 就是讓你覺得 悠哉悠哉 我就舒服的享受這個旅程 我要的就是一切外內的一個視覺效果 好嘛展台 這一次展的兩款車 我覺得X6是可以看一下 但那個是後話 尺點再細看 真的要看的就是三系 三系有什麼好看呢 其實我們都試駕過了 其實這個三系呢 今天推的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320的長軸飆軸 兩套不同的配置 那台車的話題點是什麼呢 就是156比2.0 其實怎麼做出來 那個渦輪意義在哪裡 不過那個試車才能說啦 當然這只是紫山潭兵 另外一台就是330的 其實關於這一代三系 大家很多話題點都在於 其實國產了以後 整台車的底盤變軟了 油門 煞車所有東西都變油了 這是什麼樣一個做法呢 其實我覺得對大部分人來說 它只需要開到一種 相對我覺得會舒服 開起來大部分情況下面 都能達到那種順手 那就夠了 其實我覺得只要現在換了新的G系列底盤以後呢 包括三系五系七系 其實都往著這個方向去 這也是大勢所需啊 所以如果我們是盯著那一台車的操控 我要硬 我要開一下 所有東西都很直接的話呢 我相信現在凱迪拉克可能會做的 更加像以前的寶馬 而這一台車呢 其實會適應大部分人的一個口味 反正我當時在天津V1賽道開完之後呢 我覺得就算是長軸的車型 也是可以輕鬆起跳 325雖然184匹 但是那個動力那個扭矩給到 那種直接的感覺呢 還是很幫忙 作為一個139的車主來說 我覺得 這是一個時代的轉變 凱迪拉克最近是很用力的在炒賣著 它那個後驅技豪華的概念啊 我們可以看得到 確實它從CT4一直到CT6 都是重置後驅這麼一個佈局的 其實這樣一個佈局呢 我就覺得呢 確實對整台車的行駛品質質感是有影響的 因為舉個簡單的例子 以前我們在試一系的時候呢 你就發現那個三缸的發動機 只要它橫置了以後呢 其實行駛質感是覺得一般般的 但如果它擺在了三系重置了以後呢 那台三缸發動機你就覺得 質感真的不太像三缸 我跟你說這就是一個道理啊 所以重置呢是我自己特別喜歡的一個佈局 然後這一台CT5呢 看得到2.0T的一個發動機 然後它其實大家的套路都是 我會給你一個運動的包裝 我會給你一個豪華的包裝 其實這台車也同樣啊 但它有個很可惡的地方 什麼呢 就這車你看這個運動包圍的 它要給你一個Bembo的煞車 V的煞車 那個直接就寫著凱迪拉克Bembo的煞車 確實從品牌上面它是很韌這個東西 包括輪胎 這個運動的版本呢 會用上PA4S的輪胎 那個也是用比其林的3S7輪胎 所以它這品牌韌殼上面呢 是做了很多細化的工夫 包括這一台車尾燈 你看到XT4上面也是的 如果你用了豪華版的那個尾燈 會顯得室溫一些 這一個呢是水晶化的尾燈 所以看起來是真的很有特色 而且這個顏色也是我喜歡的 然後這一台車買之前需要注意一個地點就是呢 它可能會讓你覺得 嗯開起來那個舒適度是一般啦 就沒有3C那樣子明顯跟消費者傾斜了 我開的舒服啊 這開的順手下 這個車會稍微偏硬一點點 然後它的空間呢 其實其實真的後排看起來是絕對的大了 但是它坐進去呢 那個空間的感受我覺得是一般般的 它其實凱迪拉克來發現 從CT4到CT6 所有的轎車車型都貫穿一個傳統 就是你外觀看起來那氣場真的是很大 重置以後發動機車很漂亮 不過車內的空間利用率呢 確實是一般 這些需要注意 但具體關於這一台車的感受呢 我們遲一天 就是過兩天以後呢 我們就會有個真正的賽道方面試駕的體驗 那時候再揭曉 我們到對面看一下 握握新的S65 你看 天天都說 那個這樣的三系圓圓圓圓 讓我給一部河迪拉克看 你不會說硬的 沒有那麼硬的 等了那麼久呢 過我的S60終於捨得換代了 但跟以前有點不太一樣的就是呢 因為以前呢其實它是S60L 它會做一個軸距的加長 但是這一款國產的S60呢 它依然會是用標準軸距 然後今天呢其實他們也公布了預售的價格 預售價從28萬7到38萬不等 但具體的一個配置價格呢 我們目前還是沒有的 但是他們天貓說 有一個預售的車型限量200台在賣著 但這不是重點 我們看一下 他們的動力配置會是什麼樣啊 這台車呢 全部都會用2.0T T3T4T5都是2.0都是配8ET 而且都是紅色前驅的一個車型來的 但是那個馬力會分等級 我們剛說了那個3系的320是156匹吧 這一台車有T3的話 它是去到164匹 對 其實大家都半斤八兩了 差不了多少匹 然後去到T5那版本 包括我們剛才看的那個阿迪賽的版本呢 它最大馬力是去到250匹啊 這就是這台S60的一個狀態 其實這一台車呢 我們過兩天會有手勢 今天就不評判太多 其實坐進去感覺就好像是一台 縮小了以後的S90 就你坐進車廂其實不會覺得有任何驚喜 你會覺得新的握握就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套用了很多東西 但是你要說它開起來有什麼質感上面的變化 說它的定位會讓你覺得它跟S90有多大的差別呢 我覺得看著看不出來 靜態也看不出來 只能去試車 所以這個車我覺得是一個迷來了 先做保留 但是按照握握一貫的傳統就是呢 肯定會推安全的配置啦 肯定會跟你說 我這個車內的空間有多肥歐豪華之類的 是4萬車 才好說 其實奧迪的車呢 我真的是開了超多超多 全系每一個不同的輩子都開過 因為我當時開A4那麼長時間的經驗來說呢 其實奧迪的車到目前其實沒有一個清晰定位 因為以前我還在開上一代的時候我覺得 其實科技他們的那些科技的裝備呢 是很有賣點的 但現在的奧迪呢會不太一樣 它其實現在的手法就是呢 會給你引進很多不同的車型技能 包括這台A4的OVAN 那個車才30多萬的標價 感覺是挺好的 那個性價比也不錯 因為旅行版呢 畢竟對大家來說 第一你可能會喜歡它的那個身材 第二你可能會喜歡它的那個情懷的調形 而且實用性的空間還挺好 所以我才買了一台旅行車嘛 雖然485不怎麼樣 但市區也算是一個吸引點 而這一代三箱的A4 我自己感覺呢 其實它最吸引的就是一個中端約會 包括它這麼久以來 對家常的一個理解確實很大位 說實話 你就坐在這台車的後排 你看到那個空間的表現 看到那個尾箱的狀態 你會覺得這車賣的就空間 然後它的價錢也合適 所以覺得所有東西都順理成章了 你就會買它 而且呢 買了A4 買了新的奧迪的車型以後 你更多會追求 這一台車動力有多少接 我能去到什麼狀態 加速爽步說 這些是給看中的點 以前呢 我覺得奧迪A4 其實挺賠施耐用的 現在它走的風格呢 可能會多了一些運動路線 所以你就看得到 S-Line的套件 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一個Fill 哇 再撇一下敢有力 因為我覺得用了奧迪那麼久 它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呢 它所有東西都便宜 保養 其實價格也很划算的 因為我當時A4做一個普通的小保養 也就700多塊錢 在4X店就能搞定了 然後它的中間又會又夠大 那時候買的A4呢 我感覺划算的 就價格是最大的一個抉擇點來的 然後這些車呢 其實買回去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不好 但你又挑不出什麼好 反正用起來順手 這就是我印象中的一台奧迪 最後呢我們來排名一下 C級做了一次改款 3C是換代 然後A4跟C級差不多同年輩了 然後我們還能看到新的CT5啦 新的S60這些都是換代的車型 如果我要減漏減便宜的話 OK我可以看一下 Ecura的TLX 那一台車呢真的是超便宜 因為沒什麼要買 那個車的銷量呢也挺糟糕的 主要就是買了一個品牌 但是你可能真的 我找不到朋友去說服自己去買那台車 但是呢你可以看一下Q50啦 因為那個車其實已經出了好長一段時間 也差不多要換代了 但是國產的Q50呢 那是一台家用的車型 那如果我買到一台Q50S呢 那就是一個有追求的車型 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屢清楚以後 奔驰C我們是買它的內飾 然後A4也要我圖它便宜 寶馬3系是圖大部分人 接受得了的那種操控的順手 然後CT5呢是以前F4代3系的那種感覺 我猜呀但是這個結論你們得看一下 我遲一點試車的視頻 然後S60呢 由無意外因為它都是 加大縮小加大縮小 如果在這種架構下面出來的效果呢 也是兩天後我再跟你說 但大部分情況下 他們推的都是那種北歐性冷淡風 所以 真的我覺得有點悶 但是你喜歡臥臥的又會非常喜歡 這就是各花入各眼啊 但是呢千萬不要去買 平肯的MK-State還有那個TLSL 因為我都是找不到理由去說服自己 為什麼要買它們 然後Q50 OK 類似一個生命默契的車型 總統優惠價錢都會是一個很妥當的位置 清楚了吧 怎麼知道 我連去都是一個十分之一 並且有一個衝動的 我寫到哪一個衝動的 都是一個相綜的 我如果不可以 在這一個衝動的 所以我可以看